這段影片就預測一下今晚是歐聯的賽事 今晚其實就是有兩場的16強 一場就是阿仙奴主場對拜仁 另一場就是拿玻璃主場對王馬 先講王馬 王馬就是上一場球出了一些副選球員 都叫贏了球 其實那些新人都是頗好表現的 這場球其實他有兩個取態對著拿玻璃 當然可以是斯丹宿後顯神通 我早就說這個是言語來的 快變成 你作客領先3-1 其實你宿後你的反擊速度是強大的 巴爾他一定正選 巴爾他不能打西甲停賽 所以歐聯一定要踢的 他正選 另外其實賓斯馬我不知道 賓斯馬不知道 但是摩拉達也不錯 斯朗他一定是要踢的 其實前面的3個人衝擊力挺強的 你可以縮後打反擊 基本上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拿回一球再入球 抵消回 抵消回他上一場球 主場輸了再入球那球球 只要拿一球 那拿玻璃入三球 才可以淘汰你 那基本上呢 你拿到一個再入球抵消了呢 那基本上都不是 拿玻璃拿三球都是要打家事 沒錯 所以就是說呢 只要呢 黃家馬得利很簡單 具體地打一些反擊 拿到一球球 基本上進級的機會就很大 因為拿玻璃這些球員的級數呢 他沒有可能可以 憑借著半場震地壓著黃馬打去拿你三球 我不是很相信他做得到 好了 反過來 斯丹也都可以有另一個取態 那就是呢 全場控球在腳 全場控球在腳 那也是一個取態呢 就是 如果你是主攻對手 那你目標就入兩球 是不是 你目標入兩球 是作客的環境入兩球 那即使你被人反擊 輸回三球也是進級的 那所以其實黃家馬得利很多選擇 這場賽事上面 不過如果給我呢 縮後顯神通 當然穩陣一點啦 即是不需要開到這麼大 那你也都對於對球的士氣 也都是 不會有任何的受損 因為你如果是主攻 但是對手如果反擊力太強 那你可能和了輸 那變成輸球可能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黃馬縮後 那我也都不信拿玻璃攻得入你 那你反擊到拿到一球 一比一 甚至贏一比零 那大家都好 是吧 OK 那拜仁對阿仙奴 阿仙奴首先在作客的環境 在安聯輸了五一 那大家都知道 那今場幫很多人都會問 那有沒有絕地反擊呢 當然有啦 當然有絕地反擊 為什麼沒有 拜仁慕尼克 德國人 比利贏一場有什麼所謂 德國人最流行的 是嗎 計算了一條數 他要輸四球給你 那就輸兩球給你 明白嗎 還有巴仁 雖然他計算很準 但是他都很精 很簡單 他主場塞了一球 作下入球給你 他就回去你主場 拿回兩個作下入球給你 拿回兩個作下入球 而比利贏 比利贏四二又怎樣呢 比利贏到五二都沒有事 對不對 當然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正常來說 我猜 大仁是很糟糕的 他一定拿你兩球作下入球 跟著呢 就放回兩球三球給你 和又可以 輸給你又可以 三二二二 比利一路領先都不怕 你阿仙奴入球先 我又追回球一一 然後你又二一 然後你又三一 然後我又三二 沒有所謂的 給你希望 給你面子 最流行的了 德國球隊 所以今晚呢 我認為 阿仙奴實入到球 阿仙奴實入到球 你放心 一定攻破到 這個霸人的大關 而且紐亞未必上陣 是不是 阿仙奴球迷來說 應該可以贏一場勝利 阿仙奴精神就是大家都好 是不是